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玩家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大陆 这次大陆为大家带来了有点特别的游戏 不过在正式介绍这款游戏的内容之前 大陆想先问问大家 有没有玩过三肖类的游戏呢 就例如说大家都相当熟悉的Candy Crush 就是其中一款三肖游戏的代表作哦 如果当三肖玩法遇上了RPG和Logline的元素 会为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想必大家应该都能想象得到吧 想知道的话就来看看这次介绍的游戏 Anipop Matchlike 或许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受哦 Anipop Matchlike 虽管由韩国游戏长沙 Vimake精心打造的新作 这款游戏刚上线没多久就获得了不少的好评 至于特色就跟大陆开头所说的那样 结合了三肖、Roglike和RPG的元素 而游戏还基于三肖拼图的基础上 加入了非常多创新且有趣的机制 例如说我们在进行关卡挑战的时候 能够通过匹配三个相同的方块来进行攻击 如果是以四个跟不同的形状进行匹配的话 就能获得非常重要的特殊方块啦 这些特殊方块拥有着不同的用途和效果 让你能够对抗游戏中的主要敌人 史莱姆大军 还有一点就是 角色部分其实来自于韩国的国民游戏Anipop 而我们则是会随着游戏的进度 通过特性和装备系统来强化角色的能力 其中你还能借由不同的装备组合 来玩出属于你自己的玩法风格啦 游戏整体的内容其实非常容易理解 接下来大陆详细说下游戏的特点哦 那么到了战斗和关卡的方面 Anipop Matchline 颠覆了传统三肖游戏的印象 在我们熟悉的三肖拼图游戏中 主项的游戏画面 可以让玩家在画面的下半部 快速去组合各种各样的方块 当游戏融合了RPG的元素 画面上半部就会变成展示敌人和学量条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透过匹配方块 指挥我方的角色来攻击画面上的敌人了 但Anipop Matchline这款游戏就蛮有意思的 因为它将敌人巧妙地隐藏在拼图之中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匹配方块 来对敌人进行各种不同的攻击 而且如果你是完成与敌人临近的方块组合 也是能对他们造成伤害的 此外敌人在对我们发起攻击前 会有明显的征兆 就是他们的眼睛会发亮 脸部表情转为愤怒 这时我们就应该抓出机会 做好防御准备 像是优先消灭那些要准备攻击我们的敌人 或者寻找机会来回复生命值等等 而如果是匹配三个以上的方块时 还能创造出有着独特攻击效果的特殊方块 另外有西东的史莱姆敌人类型也很丰富 其中最普通的史莱姆小怪 也会有像是戴着头盔 推斥掉方块 或藏在木箱里等超凡人的类型 不过这些小怪都还算比较好应付 如果我们遇到了关卡中间的阶段 就会遇到比较大型的精英史莱姆了 这时候就需要一点技巧才能击败他们 击败这些精英史莱姆 除了会获得可回选的胡萝卜 还能得到一次多个技能的选择机会哦 说到血量的部分 我们也是要注意 除了能透过击败精英怪来回血以外 也能透过待会会提到的特性 这个系统会增加回血的效果哦 那么通常每个关卡的最后一个阶段 都是会跟最终BOSS进行战斗 这些BOSS都拥有不同的外星特征 所以为了要顺利的击败他们 就需要看我们对方块匹配的技巧 同时需要有适合的技能和装备 再加上一点点的运气 才能提高通关几率哦 当我们成功通关后 都能获得像是金币 强化装备所需的卷轴等重要资源 卡关打不过的话 就能去挑战各种副本 像是可以一次获得大量金币的环境副本 又或者会去刷Q的关卡 还有通过方式探索系统来存资源吧 在Anypunk Matchline中 特殊方块算是战斗的关键 要创造出特殊方块 需要4或5消的组合 新手在开始的章节时还好 当到了后面的章节 基本上就难出现4消以上的 要看你的脸是黑还是白啦 同时因为关卡会出现越来越多奇怪的 像各种箱子和史莱姆怪来阻挠你 让新手一开始就会陷入卡关的窘境 所以我们不妨从基本的方块组合开始了解 首先场上的方块基本有几种 而我们则需要透过组合不同的形状 例如说4个方块 组成的正或长方形 5个组成的长方形 T或者是L型等等 来创造出相应的特殊方块 分别是有小范围加追踪补到特性的福特球 可以用来大范围攻击的合计 也就是像瓶子的方块 只能在单形方向攻击的卷轴 以及非常好用但很难成型的魔法书 另外特殊方块是能够在一定范围内移动 并跟其他特殊方块互相搭配 来实现多样化的运用的 好比说我们可以先创造出一本魔法书 然后跟其他特殊方块做搭配 就能在场上造成相当可观的伤害 当然也能尝试组合两个合计 来实现超大范围的攻击效果 或者跟卷轴搭配来增加攻击范围等等 是完全能够根据你的个人喜好来做决定哦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游戏的亮点之一 就是在战斗中加入了lockline的要素 让每场战斗都能增添更多的策略和变化 我们在战斗中消灭敌人后都会获得经验值 当经验值满了之后就能获得随机技能选项 而这些技能则被分为了主要技能和辅助技能 每项技能最多能升级三次到觉醒等级 觉醒等级还会有额外加成或效果 首先在主动技能的部分 会有将特殊方块变成水火和电等属性 然后根据属性来示范不同攻击效果的技能 例如说电属性就能让你多次连击 水属性则是大范围攻击 最后是伤害最高的火属性啦 而辅助技能就有像是攻击力或HP恢复量提升 还有其他如在生产特殊方块时 有机率产生回血胡萝卜 或者是在胡萝卜掉落时会产生弹来攻击敌人 以及其他像小妹敌人增加护盾等特别的类型 而如果我们在关卡中打败精英怪后 则会让你额外再选择多三或五项技能哦 就这样你可以一直尝试不同的技能组合 并发展出自己比较喜欢的风格啦 另外一些技能还提供学型组合 可以透过技能选项的下方来查看哦 当然这款游戏除了要注意技能的搭配以外 角色养成的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你角色装备不够强的话 打怪就像是在轻轻地刮杀 被敌人打反而就像泡在番茄汤里的面包那样 被敌人暴打到血流成河 所以我们就需要透过各种资源 例如针对不同装备部位的强化卷轴 提升角色等级的经验值 以及有着非常多用途的金币等等 来升级装备提高角色整体的战力 而每个装备都会提供多项的阶级技能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阶级技能都有着不同的颜色 可以透过合成功能将装备进一步升级 达到阶级技能中出现的颜色后就能解锁该技能啦 然后我们也能借由这个特性将不同的装备和技能互相搭配 来玩出属于自己喜欢的风格哦 此外有些还有一个名为特性的系统 在这个特性的界面中会有两个部分 分别是可以用金币来解锁的左侧特性 和用名为特性时宽物来升级的右侧特性 可解锁的特性上线是根据玩家的等级 就像是如果你等级9、3级的话 那可解锁的特性最多也只能到3级而已 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提升角色基本数值的方式哦 当然解锁特性也能提高生存率 就比如说我们在解锁了一个名为急救箱的特性后 在关卡中破坏箱子就有机率获得小胡萝卜来恢复HP 也能解锁增加恢复量来提高生存率哦 准体来说ANYPOP MATCHLINE是款玩法新盈 体验也不错的游戏 重点是还提供了新手7天活动 就算是无科玩家也能拿好拿满 毕竟我们在新手时期资源会比较匮乏 所以这些奖励就能让我们快速发育哦 而在这7天的活动中除了会拿到稀有的紫色盔甲以外 还能拿到其中的最高奖励 一把S级的武器锤子 圣锤 有这点大陆就觉得蛮推的 再加上新用户登录的话也会有不少奖励 可以减少我们去赶资源的时间哦 那么这期游戏试玩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这款游戏在你试玩了头几个章节后 就会发现其中的玩法、内容和系统 比起许多游戏来说算是简单了 只不过要玩出自己风格的话 就需要一直不断的去尝试啦 而最后当你成功研究出 一个很有效率的技能组合或装备搭配后 所获得的满足感是无法形容的 这也是大陆会推荐这款游戏的原因哦 喜欢的话可以去到下方的资讯栏中 去找下载链接 最后若你喜欢大陆的影片 可以给大陆个赞、分享和订阅 那么就下期再见啦 祝大家游戏愉快 by bwd6